一个人有清晰明确的价值观的时候 面临选择就不会太纠结 之所以纠结不是因为我们分不清好坏 而是因为你发现每个选择都有利弊 如果一个选择是全都好 另外一个选择全都坏 那就根本不需要考虑了 而打磨自己的价值观 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分辨出哪些是真的好 哪些只是看起来好 或者是感觉上好 那需要我们平时多问问自己 在生活和生命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像我们书友会倡导的最核心的价值观 就是自由、家庭、健康、真实、感恩 价值观明确选择就容易得多 因为每个人的选择都取决于自己的价值观 如果你能尽早确立自己一生要秉持的价值观 那选择一个能够终身从事的事业 概率就会大很多 就像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我们是乐在其中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获得经济和时间的自由 也就是说我做的事情是符合我的价值观的 符合我对未来生活的期望的 而当你做的事情能够带给你真正想要的那个结果的时候 也就是符合你的价值体系 那么生活就会变得很美好 也有的朋友说性格决定命运 每当谈论性格的时候 总会感觉天生的因素会多一些是吧 但实际上每个人现在的性格除了天生的因素之外 都是在常年累月的选择之后慢慢积累叠加出来的 所以说性格决定命运只是表层的一种体现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因为还没有想清楚性格其实不是根本因素 像我的性格应该说是比较窄的 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 那我这种性格应该是不擅长去做沟通和交流的事情 那我今天能够做 那是因为选择的结果 而选择还是由价值观决定的 所以说不管是命运还是性格 归根到底都是由价值观决定的 那找到了根本原因 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 否则有的人就整天抱怨说 自己的性格不好啊 抱怨自己的命运啊 当然这也是一种选择 当他选择了抱怨的时候 他的命就真会越来越不好 关于价值观决定选择 大家可以想一想 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些选择 都是基于什么的 会发现很多人 他自己人生中重要的选择 都是基于对安全感的追求 而安全和稳定 真的是你内心真正想要的吗 如果是基于对未来真正想要的生活 和基于对未来的成长而做出选择的时候 会发现自己的内心才会感觉非常的舒服和满意 那既然命运都是自己选择出来的 而选择的基础又是价值观 所以平时的思考内容对于自己来说是最重要的 什么是更好的 什么是最好的 平时都问自己这些问题 面临选择的时候肯定就会更加从容了 因为我们早就会知道哪些好处对我们来说更有意义 前几集讲读过很多人做事情不是靠事实 而是靠直觉靠感觉 但有的朋友说确实有很多成功人士是靠直觉 然后做出判断选择后取得巨大成功的 但实际上靠直觉的前提是价值观要正确 而且真正有用的直觉是来自于长期积累的经验 就是说你基于正确的价值观做出正确选择 随着正确选择做多了 当出现一个事情的时候 你会自动的得出相应的正确结论 这就是所谓的直觉 但如果你没有经过这样的练习 且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那这样的直觉是毫无价值的 甚至有的时候会变成自以为是 即使有的时候你可能做对了事情 做对了选择也只是运气好 总结一下这集 一个清晰明确的价值观 会决定我们正确的选择 而正确的选择会决定我们的结果 也就是我们的命运 我们书友会希望用15年时间 带动1亿人读书 改变思维 思考致富 和1000个家庭共同实现财务自由 快来加入我们吧